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走进暴龙眼睛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普隆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和莱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性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爱宝粉丝下载 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得到土里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 摇电视 参与实施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请来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余继静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女士远园 李清琴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华一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相识呢 是在一次活动上 当时第一次看到他呢 就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 我发现他对我的管束和要求越来越多 他就是个孩子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保护他 应该去照顾他 平时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 化妆也不让 吃东西 随便吃点东西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在工作上也是这样 我对他这些要求 很多时候他是不理解的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给我小三岁 在某一方面可能还不够成熟 现在他提出要求 让我和他一块去西安生活 我觉得我现在和他能不能在一块都成问题 他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完全不能接受 爱情不能只听你自己的 听着还有点糊涂 其实看这个小片大致的脉络 我相信已经清晰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童26岁来自丹树 是一名模特 女嘉宾小辉23岁来自江西 也是一名模特 来 有请多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认识多久了 认识可能一年半的样子吧 恋爱多久啊 一年 在一起感觉好吗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挺细心 挺关心我的 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有些问题 可能慢慢浮现出来了 现在我就有点跟他 过不到一块去了 他都怎么了 你就跟他过不到一起去了 就是太霸道了嘛 有点蛮横 又不讲道理之类的 我没有霸道 我朋友让我出去玩 他喊我去郊游 已经叫我好几回了 我都拒绝他没去 是吧 都是因为你不让我去 对不对 我想先说一下 你那些朋友都是什么朋友 他们平时都是混酒吧圈的 他们都不去酒吧 他也没有叫我去酒吧 对吧 他只能让我出去逛街 怎么就不行了 你也不让 我就拒绝好多回了 你看看他们一到夏天 穿得跟刚从澡堂子出来一样 他们给你挑的那些衣服 能穿吗 我又没有穿成那样 那我朋友喊我出去玩 那么多回 我就给他商量 我说要不这一回我就去吧 他不同意 我就偷偷去了 完了他就发现我不对劲 就老给我打电话 我就接了 他说你在哪 我说我跟我朋友在外面 泡温泉呢 他就说 那你发个位置给我看看 不行 你还得给我来个照片什么的 我就说为了他放心嘛 我就给他发了位置 也拍照片了 我以为这会儿就没事了嘛 结果我跟我朋友出来 我就看见他站在门口 你知道吗 特别尴尬 我那天就直接让他带走了 我是一直都是觉得 他那些朋友 平时就疯疯癫癫的 会把他带坏 所以我其实并不希望 他跟他那些朋友在一起玩 那你也不能让我们不联系吧 偶尔出去一次怎么就不行了 也没有让你们不联系 再说了 一群女孩子出去玩 多危险呢 警区又那么多人 对不对 你说我去 就是为了保护你 你担心我这个 担心我那个 那我跟你再快 你也不能不让我玩手机吧 一拿手机你就说我 你要拿手机干嘛呀 你说我拿手机 我能干嘛呀 你说两个人待在一起 你干嘛要玩手机呀 两个人在一起说说话 干什么不好 他有的时候有事跟我说呀 这个找我呀 那个找我呀 我又没有经常 拿手机出来看 有什么事 打电话不能说吗 打电话说不方便嘛 打电话都说不清楚 你发短信能说清楚啊 都闻着公底 是有多好 不是 现在不都新聊微信吗 你不能登我微信 把我微信里 看着爱眼的人都删了吧 那也有可能有我朋友啊 那些人都不怀好意 怎么就不怀好意了 有事没事的找你聊天 有什么好聊的 谁也有事没事的找我聊天呀 都跟你似的 我找你聊天不应该嘛 那人家肯定有事才找我呀 主持人我跟你说 大过年的他回老家了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 我就说拿个手机 抢抢红包吧 今年不是都流行吗 你说谁没抢过红包 你抢红包抢多少钱 你先说 不是我坐在家里面 抢个一百块钱 给我自己买东西 怎么就行了 你抢个一百块吗 我抢个一百块 我给你 我不要 再说了 那些人为什么大红包 又不是你的朋友 对不对 都是不怀好意 你懂吗 不是我抢个红包怎么了 我又没犯法 我抢了八百多的红包 资料上面写两位都是模特是吧 对 模特现在有很多种啊 平面嘛 平面需要很多的人脉吧 其实我并不想让他做模特这一行 因为众所周知嘛 这一圈其实蛮乱的 而且很多人 我们都不知道 不是他的圈子乱我圈子可不乱 我圈子不乱 我又不去酒吧什么的 我圈子怎么乱呢 你圈子也不乱 我圈子也不乱 你担心什么呀 主要是现在有很多人啊 都是肯定是也觉得模特漂亮嘛 身材好 都是不还好意你知道吧 行了 微信的事就过了啊 就不说了啊 总知道这个男生好像对女生管的是比较严一些的 生活上他也是管七管八的 我看见一件裙子挺漂亮的 他就嫌的裙子太短了呀 或者怎么样了 他不让我买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打扮的太性感 你不让我穿成这样 那就算了 那你吃东西也管 我跟你走在街上吃个路边摊 你又说这东西不干净 那路边摊干净吗 还吃路边摊 我没有每天都吃吧 我吃个东西你还不让了 不管他是每天吃还是偶尔吃 你吃一次他就对你身体不好 那你不能这个也管 那个也管呀 你现在弄的我是这个不敢穿 那个不敢吃的 那回我活动结束以后 我忘记戴卸妆了了 我们俩走一块 你就硬要把我的睫毛给撕了 假睫毛 不是 这个撕假睫毛一个是 可能我当时也比较好奇 对吧 再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这有什么好奇 你自己真实不演那样撕的吗 你贴着那个假睫毛 多难受啊 再说了 化那么浓的妆 脸上跟顶着个水泥壳子似的 你不难受啊 你又像水泥壳子长这样啊 太可爱了 两位 工作上你也管 大家都是做模特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做什么 接个工做什么的 我都问他 我就说这个能接吗 那个能接吗 不行 不可以 每次都跟我来这一套 完了我还要问 什么活动呀 谁的呀 穿什么衣服呀 做多久啊 什么性质啊 问问一清二楚 这都算了 还跟保镖似的 往我旁边一楚 跟什么一样 那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不是 你也不能这样吧 咱们都在一起 快一年了 对吧 你就现在都还 巴不得每天26小时 跟我待在一块呢 有那么黏人吗 每天有26小时 你能不能一天 再多两小时出来 哎 合适啊 人家很多女的 还希望自己男朋友 一天不就24小时吗 我不用睡觉了 那我年代你不也开心吗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还觉得 我这样的应用吗 那我过来也管太多了嘛 你现在也不工作是吧 工作啊 那怎么会24小时 你还是他 不是 因为我们俩的 工作比较自由 一般就是我有活动 他没有活动的时候 就跟着我 他没活动 不是我跟着你 是你要我跟着你 那回车展上 他说那个车展时间 太长了 工作时间 他要陪着我一块 我说那你来吧 结果我那会 正在站车的时候 他上来前面 有一个人给我拍照 你知道吗 他就上来 还有鬼别人 不是 这个事 我就要解释了 想到这个人 我就得骂街 在他对面那个展位 拍人家一个女孩子 视线 我看到 然后他就跑过来拍他 你说自己的女朋友 谁不保护 我肯定保护 对吧 那你跟人好说 人家又没对我干嘛 那孩子太猥琐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跑过来拍 我一开始 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我就站在他前面 挡着他的镜头 然后他就走到我旁 另外一面 然后我又走到他前面 挡着他的镜头 然后他直接居然敢问我 你知道吗 他说 你想干嘛 然后我当时肯定要发飙 我说你再拍我揍你 他当时还顶嘴 我就推了他一把 然后他就什么 没说就走了 这我哪里揍他 只推了他一把而已 不是 是呀 我就是说你怼人家 我也没说就打人家 我这算脾气好的 如果给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直接就欺他了 不是 人家拍照 不是 人家车展 人给模特和车拍照 招你什么了 不是 他是拍那种 很猥琐的照片 你知道吗 离得超近 不是 那你隔壁展台 你怎么说 你给你那朋友 录那个视频 人家走他那个镜头前面过 他上一刻就这样 他就把人头给摁开了 你也什么不好 给人说 你就站在那拍拍拍 那个人呐 我在那拍了半天了 他在我前面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他逛街呢是 那我 你说 不是 车展 那不就是逛的吗 他长得那么大 眼睛出气的是吗 我在那拍那种 他看不见了 那我肯定被他 谁把他剥了开 对吧 不是 你好意思说 就因为你这破事 你现在在我们那圈子里 你都火了 人谁看见他 跟我走一块都说 你们家霸道总裁来了 他还好意思嘚嘚嘚 把这个什么微信名字 什么网店名 全都改成什么霸道总裁了 这霸道总裁 是你那些朋友 给他起的 是吧 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搞笑吗 这有什么搞笑 听明白了 反正在一起呢 也幸福 但是也吵吵冒道 是吧 对 双方父母都见过了吗 他见我父母 我要去见他父母 他始终不让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事 我经常在朋友圈 发我和他的照片 我就没见他发过一回 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还是怎么着呢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呀 还是怎么着呢 不是我不带你见我爸妈 是咱们现在这样的情况 根本就没法见 我现在和你感情都出现问题了 我都不知道 还要不要跟你在一块 我怎么见呀 而且你工作也不稳定 你都和我吵成这样了 你这么霸道 你一点自由空间也不给我 我怎么带你回去呀 可是我不是说只做摩托 还做别的呀 我不是有在外面 也有接三场酒吃吗 对呀 问题是我们呀 我还要一直开老店啊 可是我不觉得有问题 而且我确实都是为了你好 对不对 你为我好 你也得适当地考虑我吧 作为一个男的 是不是得照顾自己的你呢 不是 你不觉得 主持人 我跟你讲 在这种情况下 他前段时间还跟我说 要我跟他回西安去生活 我觉得你这样就 实在有点太过分了 我带你走 是因为我想好好照顾你 因为我觉得 我家在甘肃 你家在南昌 去西安这个位置 咱们俩都方便 其二 我不想你工作 是因为你看看 你之前找的那个工作 人家让你干嘛 端茶 倒水 扫地 我觉得我不允许别人 对你这样 不是 那我找 我觉得我要照顾你 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是因为你不想 让我干这个 我每次出去接个活动 你都要说这个说那的 我不想让别人 对你腰三喝四 明白吗 不明白 女生会觉得 他控制你 控制得太厉害 是吧 对 如果他再这样下去 你是一种 改了 要看他改怎么样了呀 你客观地说说 这小子对你怎么样 好吗 挺好的 好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 就交给四位老师了 一起进入秋笔测问剑 孙彤 即使是情侣之间 包括家人之间 也有一个度 我动你的东西 你不舒服 那我动你的思想 我动你的价值观 我改你的习惯 人家也不舒服 所以呢 帮他得建立在 彼此尊重的情况下 你非常爱他 但是对方呢 承认你爱的同时 却想往外逃 习惯即使不好 也得慢慢改 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改 发脾气 可能来的效果更快 但是效果却不持久 那我们说说小慧 刚谈恋爱的时候 男朋友管你这管你那 多关心呢 很幸福对吗 但后来同样的管 就觉得烦了 在这里面也得承认 有的时候呢 你也享受了那份 被管的一种温情 所以呢 慢慢成为一种惯情 所以今天你不舒服 但其实你也有你的选择 我现在给你一个指令 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他不会拒绝我嘛 对吧 在这种场合 怎么能坐在地上呢 你知这个不雅行为 你看你也会拒绝 他有他的问题 但意味着有的时候 也是你培养出来的 在一个非常原则性 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坚持一下 比如这事 我就这么定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可能最后你都妥协了 最后呢 我觉得到没有地方可妥协的时候 你最后可能逃着夭夭 所以有的时候呢 坚持一下 对你 对他可能有好处 我觉得这男孩子 确实是 可能有你性格里面 偏执的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 但是别人告诉你了 我这挺羡慕你们的 还有机会上这 有人跟你们说这些事 我觉得你应该早一点 就是跳出来 能够客观地看自己 否则的话 我刚才听这个话 可能我这人性格也急 我就恨不得给这姑娘 就拉走 跟妈回家 我都有这种感觉 还有你有些观念 我也不是特别赞同 比如说他很独立这种性格 他想去做事情 有的时候 人生有一段阶段 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 他去一个餐厅也好 去一个咖啡馆也好 他去给人家 什么扫地擦桌的 有什么可丢脸的吗 我不是觉得丢脸 是我心疼他 我不想让别人这样 所以你的性格有偏执 像那个沙子一样 抓得越紧 留得越多 好好的两个人都需要反省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女孩 男生说 在你的微信的朋友圈里 你从来没有发过 跟他在一起的照片 不带他去见你父母 所以他才做了一次 又一次的过分的行为 但是坦白说 他做的有些行为 我是要恕大母哥 就像在那个车展上 对于那种龌龊男人的行为 我觉得很赞 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那么多丑陋的人存在 就是没有人当时制止的 有些事情他是做过了 的确是他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男孩 我觉得有些事情 是因为你现在不成熟 类似的事情我做过 因为我老婆以前也是模特 曾经我也是会跟着他 去参加一些活动 我也是怕有些 别有企图的男人 对他有所不敬的行为 我在这么大地方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只不过你要知道 如何能够让你有安全感 照顾绝不是说要盯着 时时刻刻都要在 让他在你的视野之间 绝不是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不想让他去 做模特这个职业 你可以慢慢去试图去改变 你可以闯出一片天地 为他撑起一个平台 可以让他 他的实时的去选择 这是你要做的 而不是横加干涉 当时我让我老婆换职业 也不是说横加干涉 说不行 你看这样的人出现了 以后不能做接下来的活 不是的 我可以继续陪你 保护你 我可以给你尺度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他如果看到了你的这种诚心 包括他有信心去转变 自愿地去转变 他是会变的 所以不要操之过急 另外你要真真真正正地想好 自己如何能撑起一片天 而不简简单单地 只先做一些收入不稳定的这种工作 他没有安全感 包括他之所以不带你去见他的父母 背后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你要考虑 不要贸然地带他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然后重新开启一片空间 那是想象 所以说要展开实际的 做让爱人安全的事情 你也会安全的 我想问一下女生 警察的告诉你 我觉得 yapar equals 这wr 你是老公以者 ko吧 两个人 那 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如果我们连这点东西都换灭的话 都不去信的话 那你就自己给自己紧张 就是图老师最后说你的 无形当中你竖了很多的敌人 不是他们打趴下了你 而是你把你自己打趴下了 别那么紧张 姑娘也是哦 有时候别得了便宜就卖乖 所以人差不多就得了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以前咱们俩不挺好的吗 一起游过很开心的时光 一起旅游 你还喜欢我扛着你一起逛 对吧 既然你觉得我有这么多的毛病 那我愿意为了你改 只要你喜欢 我还是愿意一如既往地去保护你 不论时间怎么过 我一直都是你坚强的护盾 我还是觉得就是咱们的关系 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会在这里等你出来 来 请亮灯 现在请两位交换你们的秘密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就像无数个嫉妒的故事一样 因为爱而产生了嫉妒 因为嫉妒而让被嫉妒的一方 产生了压力 导致了一个爱情的一个危机期出现了 女生会出来吗 来 请开门 疯狂的爱 看到没有 来 来 来 难怪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行政工作 哎呀 曲伟说你说的真对 你真是没事可干 男生的秘密你知道什么 我在秘密策划 补全你前二十年的生日礼物 浪漫哈 行行行 两个人相爱就行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不弄暴龙眼睛为牵手成功的嘉宾 将提供的一份牵手的大礼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 旅游休闲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一个旅游的代金券 由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来 开始 停 两千五百元 恭喜两位 这两千五干嘛使啊 给我吧 我一个人去 放心吗 不放心 你完了你 来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可爱 把那个戒指给叔叔 谢谢 好了 谢谢了 谢谢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这一对的浪漫而神圣的时刻吧 其实在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有想过 如果人生是八十年的话 我错过了你人生的四分之一 本来这些礼物 是我想在认证求婚的时候送给你 只有没想到我们中途出了这些 但是 我希望你知道我是特别特别地喜欢你 特别特别地爱你 不论如何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 给你一个舒服的生活 我会让你做一个很幸福的女人 嫁给我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祝你们幸福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主持人 好 我们祝两位幸福啊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之间碰到了怎样的挫折和坎坷 我们俩一年多了 感觉她挺好的 去年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就是突然跟我提到了就是结婚 我不同意她因为这个事来给我争吵 春节回家 那个家里就是突然说到这个结婚的那个事 也不能反驳 我自己想了想 我觉得也是 那个事数也到了 我跟她提结婚 她反而不想结婚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感 她现在使活不同意 更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现在觉得心里挺14个日 这段情感里面有很多戏剧化的因素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反转剧一样 女生想结婚 男生害怕 男生想结婚 女生突然又变了卦 这个背后究竟藏了一些什么 我们的四位老师 也如何帮助这一对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 来 各位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杭 24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梁 26岁来自四川 是一名十七一省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 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愿意 谁来介绍一下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是在一个 共同的朋友的那个 生日聚会上面认识的 他是做那个装潢设计的 我在那个朋友圈上看到 他发一些那个自己做的设计图 然后我就觉得他还挺有才的 然后我们就聊天多了一些 有一次他就跟我表白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多久了 一年多 感情怎么样 感情挺好的 之前在小片里做到了 去年年底头你特别想嫁给他 是吗 春节之前吧 我就是 因为我对你 这种三个人 还好 对 我对我来说 在那里做的 早就在那里做得好 我对他说 你对我 有点好 我对我 我对我 你对他 你对我 你对你 你对你 你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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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做的 哥们儿 刷完杯子我直接就走了 他摔杯子你知道吗 他直接拿着一个杯子 那里面还装着酒 他直接往朋友面前一摔 他说你们这不是在玩我吗 然后转头就走了 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已经跟他提分手了 可是我没同意 你不同意是你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提的分手 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 我都这样了 她还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难受 然后我的那些好朋友啊 闺蜜啊 他们也就劝我嘛 说其实你也不大呀 而且你应该多出去走走 就是看一下 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 多见一些新鲜的人 新鲜的事物 不一定非得在他这棵树上吊死呀 你跟他确实说过分手 我说了 那你就在小片里没说实话吧 因为小片里说的是 突然我想结婚 他又突然不想结了 是吧 他想结他就回来找我 我觉得我没有义务配合你 你想结的时候就结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怎么不是这样了 没吵啊 小伙子 你怎么想明白 要结婚这件事呢 过春节嘛 回家那个家里长辈 就是提到这个结婚的这个 我也想了一下 确实也该结婚了 就家里不说 你还不结 家里一说你就要结 是吗 我觉得那个 还是因为他提出跟你分手 你怕这女孩跑了 所以你想结 你跟我说实话 我怕他入口了 早干什么去了 别人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所以我就想问问这女生 是不是跟他提完分手之后 有一些新的这个情感开始了 也不是说新的情感开始了 我只是觉得 其实外面真的挺好的 我之前就是一直念书嘛 整天都除了学习 然后就三点一线的那样子 然后现在我朋友就经常带我出去 唱唱歌呀 然后去喝茶呀 或者有些时候去个酒吧什么的 接触一些新的人 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好的 是接触一些新 新朋友啊 异性同性都有啊 有特别接触多的异性吗 没有 那你对外宣称 你是一个单身状态 还是一个 对 比较新的人 然后这个人 你好 这家人 没没有 没什么 你 谁 这家人 谁 这家人 小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体贴的 在一起我和他感情都挺好的 感情还好 对 那你那会干嘛不娶他呀 没抓住机会 没抓住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讲 万一抓住那次机会 难道这样的事 他不出现吗 所以现在分开是最好的 对不对 不对 他还不上当了 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四位老师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我先提出我的立场 我不支持两人继续走下去 首先 两个人结婚的动机都不良 这个结婚的动机是想拴住 留住他 这边想结婚的时候 是因为别人结婚了 要结婚了 结婚是应该两个人 走在一起 产生共鸣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 这个想结 那不想结 那想结 那又不想结 所以你们俩的感情 是有问题的 当一个女人 想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认为你有压力 但是给女人带来的 是什么感觉 是你不爱我了 所以对女人 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你伤的是她的那个心 她看不到你压力 那个层面 但同时也大概说出来 你没有那么疯狂 去爱一个女人 当一个人疯狂 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一般男人会主动提出结婚 所以今天呢 你想用结婚 想拴住一个 已经游离的人 已经说跟你分手 对 这婚你绝对有意义吗 所以我不支持你 而我们这位女孩呢 现在已经说拒绝了 而且也看到外面 可能还有更好 甚至还单独跟亲的男士 约会已经准备要开始的 都已经到这个状态了 这个婚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啊 各走各走 尽早分开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我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有一个曾经演过 我儿子的一项男孩 85后应该是 然后我就跟他们就感叹 然后我当时听他们几个人聊天 我说哎呀 你们现在小孩真是 想结婚买房特别贵呀 什么的 然后我记得这个小演员 他说 他说我女朋友 我们就出了两三年了 我说拿什么接 其实我是顺口一说 因为人嘛 有时候脱不了俗嘛 他特别力正言辞地跟我讲 他说我们可以裸婚 我们年轻 我们俩人好 我们就在一起 他也工作 我也工作 我不相信我们在一起 不会 就反正就说了一番那样的话 我当时听完了以后 我特觉得我特俗 你知道吗 但是那小孩的态度 给我的印象就是 还有这种真正的情在里头 就是让我特别敬佩 但是我今天看你们俩 就是没有一种坚定的东西 没有一种说 OK 我们买不起房 但是我们有一颗心 我们在一起 我们很坚定 我们两个人 共同对抗这种生活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这种东西 所以我也不看好这一对 你们俩因为 结不结婚这件事 导致了你们俩现在分开 挺好 总比今后在一起 再分开要好 我觉得不会 你的问题啊 在于你还没有长大 在于你还没有成熟到 愿意去把自己 踏踏实实地交给一个女人 你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 你说结婚 很反感 为什么不是不爱 是因为还没有玩够 你觉得结婚就意味着 各种束缚 各种压力在管着你 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你现在心呢 还不够 恰恰呢 这个时候他提出了结婚 幸好他结婚的目的 也不是因为要托付终身给你 而是周围 来自于周围的压力 自己的朋友都结婚了 然后可能父母也有压力 同时可能小孩都有 他有向往那种生活 但是他恰恰忽略了 结婚的实质 他提出了结婚 恰恰就把这个问题 摆在你面前 而他提出结婚的前提是说 他没有见识过 外面精彩的世界 他迟早会见识 但与其那会儿见识了 发现 原来有各种各样的男人 可能都会某一方面 或甚至于很多方面 都比你好 那会儿 如果你是处于 婚内状态的话 就有可能是离婚 所以说这会儿去 重新地审视自己的 这份感情 是否经得住考验 恰逢时机 你呢 没有到那一步想结婚 也就是说 根本就爱得不够 真正爱到一个人 即使肯定是想 跟这个人在一起 在一起 一直到终身 我觉得我爱过了 你觉得可是行动 没有告诉我们 你至少没有告诉他 而他呢 现在事实已经 现在你在提结婚 人不想跟你结婚 因为你是不是那个 最适合他的 他现在不知道 他现在需要时间 去考验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们俩现在都 谁都别提结婚的事 现在如果说 你们能退为朋友 我觉得最好 你继续追他 你继续感受外面的精彩 因为你单身 然后呢 有一段时间之后 再看 是不是还是他 那个是你最合适的你 而那会儿 是不是他还在追你 这一开始听上去呢 感觉就是一种 爱的错位 就想嫁的吧 都不想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听 段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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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让我干啥我都答应你 起亮灯 你说 接下来的这一次选择的机会留给你 来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种方式是求助现场的观众 第二种方式是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种方式是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请你做一个选择 姑娘 我选A 现场观众吧 你想问现场观众什么呢 如果你们是我的话 还会在就是同意他跟他结婚吗 好 如果你们是他的话 是否愿意再给这个小伙子一次机会 愿意选赞成不愿意选反对 各位请选择 哇 现场有28.57%的观众朋友是赞成的 还有71.43%的观众是反对的 两位请交换你们的秘密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女生的一次求婚更像是对男生的一次考试 男生考试 没及格 那他们自己会怎么做选择呢 是面对镜头跟他C姑白说再见 还是什么都不说去追他 我去追他 特别怕节目里碰上这种执牛的小子 真会去纠缠一阵 然后就会发现把亲友的那些美也都弄没了 自己还在跟自己较劲 还是那句话吧 祝他们俩能够获得到他们自己想要的幸福 下面的时间是一个特别的环节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的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个特别的环节就是老图有话说 来 图老师 天天圈的网友4812提问说 图老师您好 我和男朋友领了结婚证 还没有办婚礼 在这期间我们吵过很多嘴 最初动手是年前 我姐看到我的伤后 扇了她两个耳光 后来双方父母知道了 她的家人想让我们离婚 我短短的一些字说不清楚谁对谁错 谁是过错方 但是我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是 南方的父母要你们离婚 你们结婚不久 而且南方动手打人 但是南方的父母却督促你们离婚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虽然我不说过错方是谁 但是打人是极难容忍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但是对方父母却在你们新婚燕耳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 因为自己的儿子打了人 却要你们离婚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样的一个家庭 很值得你重新考虑 在这里要感谢各位收看了 本期由Bron爆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爱情保卫战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 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众